它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 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这里便是道成雅丁 它坐落于四川省西部 川西高原之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辖区范围内的道成县 香格里拉镇雅丁村 从四川省会成都到这里 七百八十四公里 也可以从丽江到道成雅丁 全长五百余公里 卢姑湖到雅丁路段 飞越野车不建议通行 道成雅丁景区 位于道成县的香格里拉镇 而并不是在道成县县城 距离道成县相距九十公里 两小时车程 我们可以选择在道成县 香格里拉镇 以及景区内的雅丁村 进行修整住宿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道成县 海拔三千七百余米 也是三个地方之中 修整补给成本最低的地方 缺点是离景区较远 紧接着我们来到香格里拉镇 也是道成雅丁 景区入口所在地 此镇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镇海拔较低 是和身体素质较差的游客修整 上镇就如视频所示 其背后便是景区大门 条件如果允许 也可以提前预约景区内雅丁村住宿 此处海拔较高三千九百余米 但是离景区核心较近 也可以在这里远 跳雪山 观赏星空 在神山脚下感受浪漫的夜晚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景区的概况 道成雅丁主要有三座神山组成 海拔五千九百五十八米的夏诺多吉 以及同样海拔的央麦泳 还有道成县最高峰仙乃日 海拔六千零三十二米 三座山峰相互滚位 形成一道宽阔的峡谷 我们的旅行路线 变在峡谷之内行进 接下来将要开启我们本次的旅程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景区大门口 需要在这里换乘景区观光车进入 具体资费标准如视频所示 可暂停观看 进入景区 沿着山路一路盘旋而上 需要行进大约三十余公里 才能抵达核心区域 来之前推荐你到唯品会 挑选一些防寒衣物 大牌品类多海保真 售后保障极好 衣服不合身顺风 直接上门退换 点击评论区链接试一试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扎冠泵 才算旅途的正式起点 向右为短图线路 向前为长线线路 向右侧的短图线路 抵达主峰仙乃日脚下的珍珠海 长线线路约12公里 抵达央麦泳脚下的牛奶海 我们先来欣赏下短图线路的景色 从扎冠泵向右侧的山谷行进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冲谷寺 从这里便可以遥望主峰仙乃日 金碧辉煌的屋顶 在植被密林的映衬下 显得仙气飘渺 离开冲谷寺 我们向其背后的山谷继续前行 行进大约20分钟 珍珠海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原处主峰仙乃日 就像一堵高墙一样助力于此 每当金秋时节 高峻的山体映衬着冷山林 将梦幻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们将走长线路程 经洛荣牛场抵达牛奶海 可先选择乘坐电瓶车 到达七公里以外的洛荣牛场 然后再选择步行 首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冲谷草垫 道成雅丁爆火的原因 便因这里而起 曾作为电影中的取景地火遍全望 在道成雅丁未被开发之前 这里是无数旅有向往 而又难以到达的地方 我们顺着山谷 沿着夏末多吉的山脚下继续前行 峰回路转之后 神山央麦泳出现在了远方的天际线 往前继续前行 我们抵达洛荣牛场 直杀天际的央麦泳 轮廓也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里四季之景皆不相同 狼独草 隔桑花盛开的夏季 潺潺溪流应称的雪峰 清澈明亮 但在金秋时节又是另一番如梦如幻的景象 从这里开始 我们需要步行抵达终点 全称大约五公里 在洛荣牛场可以选择骑马 行进一小段距离价格不菲 马匹数量较少 需要提前排队 接下来开启我们最后一段旅程 眼前的山谷逐渐收紧 山势也逐渐变得陡峭 此段路程不断攀升 海拔也急剧升高 途中没有补给点 需要提前准备一些食物与氧气瓶 现在我们抵达央麦泳脚下的牛奶海 冰川七世留下的巨大幽形谷 映衬着宝蓝色的湖面 长面微微壮观 但是阴雨天气来此 可能无法一睹这样壮美的风景 离开牛奶海 在其背后300米远的山奥 还有一处五色海 海拔4500米也是全程最高点 它是当地人心中的圣湖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五光十色 但在阴雨绵绵的天气 它也可能是这样 所以来道成雅丁 一定要选择好天气 至此我们的旅途也抵达终点 在来之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也要爱护环境 尊重地方人文风俗 和明健康出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